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沙巴新州新闻 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四 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 我国冠病确诊病例从上周起 迄今依然高居不下 沙巴更是一周暴增千宗确诊病例 引起民众忧虑 担忧防疫措施或再次收紧 纷纷加强本身的防疫及卫生措施 卫生部周三表示 目前在冠病疫情占主导地位的 Amacrum变异毒株并不凶猛 涉及该变异毒株的大部分活跃病例 属轻微症状 卫生部疾病控制组 公共卫生专科医生陈淑芳说 按照卫生部针对疫情趋势观察 确诊病例虽可在短时间再增加 但预计在一个月之后下降 他在马兴社电台节目上 也劝请民众在学校假期和节庆期间 采取预防措施 卫生部将在近日内 发布有关第三剂加强针的指南 他补充 确诊级正在自行隔离的人士 在第五天之后 尽管检测结果仍成阳 但无需继续隔离 随着亚币在过去一周 成为沙巴州内 确诊病例最高的限区后 市面上各款式口罩 消毒搓手液和冠病快筛事剂 出现快速热卖中的现象 这些防疫物资在这之前 因疫情结束及确诊病例锐减后 人们出门已减少携带口罩和消毒液 冠病快筛事剂也逐渐无人问津 成为滞销品 根据观察 亚币市面上目前尚可买到这三种防疫用品 不至于出现断货现象 不过批发商 药房和药妆店等已在加紧补货 确保有货可卖 新周日报记者在走访亚币城中城商场时 从现场所见上门购买口罩 快筛事剂的客户络绎不绝 大批新货运到并且来不及上架 可以想象这些防疫用品畅销程度 除了口罩和消毒搓手液或喷剂以外 维生素等有助增强抵抗力的营养补给品 也比平日好卖 另一方面 沙巴内贸局表示 目前没有接货口罩等防疫用品起价 或缺工的投报 沙巴内贸局执法主任组法米指出 数家药行证实冠病快筛事剂需求稍微增加 但供应依然充足 目前市场上没出现抢购现象 他说 该局将留意沙巴冠病病例上升趋势 在大众购物场所加强监督口罩 搓手液及快筛事剂等用品的热销情况 他提醒商家 务四季抬高防疫用品价格和囤积居期 否则遭到对付 除了防疫物资销售上涨后 州内医院也采取防疫管制措施 包括必须佩戴口罩和限制访客人数 山达跟肯特医院周三发出告示 所有访客 病人 看护和医院工作人员 即日起 需遵守最新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这些措施包括 在医院内必须佩戴口罩 探病人数同一时间 限制为一名病患一名访客 且必须没有感染冠病症状 若住院病患看护 在评估后有需要留下 则必须每三天进行快筛检测 并且结果成阴性 以及抑制保持无症状 较早前 亚比伊利沙白女皇医院 已重启冠病治疗病房 准备应付沙巴冠病确诊病患 或出现大幅度上升趋势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